大家好,我是吉他宝 最近一天没推出了五虎上将系列皮肤 赵云的还算够得去,手感还是不错的 可是这黄中是怎么回事 比之前更矮了,一点都没有老将的气质 像个...卡布达 再来感受一下局内建模 这...确定值88?我就不吐槽了 还是直接叫蛇吧 黄中这个英雄低分量的出场率远低于加罗后裔 而在高端局中经常露脸 出装就很有讲究了 我推荐 攻速鞋,纯金苍穹,闪电匕首,无金战刃 破晓,不祥尊重 明文,五夺翠,五狩猎,十阴眼,三祸元,三无双,四红月 先介绍核心大招 黄中架起覆盖整个屏幕的大炮台 最有超远清兵的属性 再次按大招解除炮台 游戏逆风向,有黄中的场合 往往都能把比赛拖入旁观局 男孩叫一个难受 所以大招也是一削再削 现在赶成持续15秒 期间只能打出七发炮弹 打完就自动收炮进入冷却 开打时增加高额双抗和伤害 所以碰到突然的情况下不如原地开打 360点双抗可不是吃素的 被动 黄中普攻会叠加一层暴击和伤害效果 最多五层 在架炮的时候可就不一样了 叠加15%暴击和90点攻击力 效果翻倍 开启一技能有一段加速 同时也是可以直接取消架炮 一技能还有个被动 你们可要注意了 升级可以增加黄中的物攻 所以大宝哥推荐加点主一辅二 开局也是先点一 这样才能获得物攻哦 黄中最多放置两颗地雷 多人就会自动取消最早放置的地雷 地雷可以获得视野效果 这个是黄中防干客的神技啊 命中点燃时会造成减速 并附带25%的穿甲效果 同时自身获得护盾 看这波 收炮时遭遇带红的凯爹 先加速拉开距离 再扔地雷减速 硬刚满血开大的凯爹 还有谁 队友永远是靠不住的 这个韩星直接卖都不带犹豫的 那这里丢雷就很关键了 有三层含义 第一是减速避免被贴脸 第二 给自身加护盾抵挡伤害 第三 标记增加25%的穿透 活血活泳 你学废了吗